到下一套,下一套就是如果今季不計小緣的話 在我而言,我會覺得今季最好的番組是順風 很可惜我第二季沒看下去 第二季其實我覺得這個製作群 他了解到他第一季原創的東西 太恐怖了 在原作的面前是多麼無力 所以有多少原作,不是有多少原著 結果,第二季 一些原創的小故事是來的 太好啊,太好了 吃得看了 你不要這樣說 真的,這個很老實說真的 如果我作為一個看過一季,我沒有看過二季 我看過一、兩集左右 我看過一季的觀眾,我那時評價都是這樣 原創的當然要想上壓力 你看原著的就好看 如果你說反過來說第二季 基本上都是原著的故事的話 正常應該是很大摺 其實第二季第一季,一開始 其實第一季裡其實也稍微提及 就是信彈的東西 寫封信給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我知道 那顆蛋是的,風箱 其實開頭第二季,頭那一部分 大概用了6至7集時間 其實都是一些小故事的插曲 這些小故事影響到究竟怎樣寫一封信 最真正能夠表達自己的內心 好像有一集會說 有時候如果寫不出的 用一幅畫去表達自己的內心 都可以的 其實他會在這六集裏面 表現了很多不同形式的寫信方式 怎樣去表達你的內心 去讓你想知那個人 當然這六集都是原作的 一集原創都沒有 如果有原創的話 肯定又跌跌了 好危險 另外就會開始講 逆轉時代裏面的人 他們究竟做了什麼行為 他們去搶順究竟的目的是什麼 都開始在這六集裏面 稍稍滲透在裏面 另外就是講 那群未能成為精靈的人 也是一條伏線 他們也開始有三條線 開始慢慢去鋪爬 這三條線 怎樣去匯合成 一條線 就是前半節裏面 最主要的內容 你可以說 有些集數裏面 分少一些劇情 可能講一些未成為精靈的人 或者是一些 逆轉時代裏面 他們怎樣去破壞信封的工作 以及拉鼓 怎樣去研究 就是一封信 應該怎樣寫的呢 其實都蠻悲哀的 其實我看的時候 寫封信都寫這樣 小正太就算了 你不要怪他 14歲之後 他要跳出文字的香花 然後最終 在拉鼓追追的期間 其實也開始說 之前我想 另一個我們對這套 不解的 就是在第一季裏 其實我想 無謂都經常看到 這個摩亞之子 究竟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沒有 好像一隻很紋的羅里 但又不是羅里 其實他這部 中段那一節 就開始把這字的故事 帶回來了 而他這裏就會說 這字其實 可以說是 他是這個摩亞和人類 混合而成的 很恐怖 人生 不是 他的形式 不要用一些一般的 他的形式就是 其實是說 這字的媽媽 就進了一個神聖的山洞裡 中間的東西我不說 我想大家有看的都明白了 山洞裡 然後他看到摩亞 他就祈求摩亞 去保住 即是他肚子裡的 那兩個生命的生命 哇 神聖很多 然後摩亞其實只是 流了一滴眼淚 在他的肚子裡 嘩 都很危險 那滴眼淚很危險 我以為是很神聖 現在想著原來 都不太神聖 其實摩亞本身是一個 不理解人類的種族 因為他也覺得 他無需要理解你們的人類 而他這次就是 剛巧在這麼多年裡 第一次接觸到人類的生命 而他被他的說話 叫感動了 那就流了一種了 我真的不想說這句 其實那對眼淚 其實你只可以說是力量 其實只是 形式上 這種力量 其實使得 之後出生的Aligi 和他姐姐 還有一個 原來他是一個孖山 孖山姐姐的一個 那就是他怎樣去分開 還有這次為什麼 最後他會流離失所 最終其實 我覺得這個故事 鋪得好 原來摩亞 這個那麼神聖的種族 其實他是為了 封印精靈蟲 而存在的一個物體 即是他是 凌駕於這個世界上 任何生物那麼低 幾乎是 真是慘 戰鬥種族 我覺得這套東西 出色的地方 他將很多東西 就是融匯在一起 就是在這裏 無論是說 究竟精靈蟲 和海蟲的由來 甚至是 你說這次和他姐姐的相遇 或者人類對摩亞的 這個叫做崇拜 或者恐懼 在這幾集裡面 他是帶出來給你看 而摩亞為什麼會 這麼不想接觸人類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人類貪心 也都會在那班 叫做崇拜摩亞的人身上 看得出這些東西 而為什麼就是 因為 這次和他姐姐的相遇 就是 因為這次 他姐姐就是 他們兩個都受到 人類的迫害 但是因為 這次 有拉古 叫做 讓他知道 原來人類 都有很多 友善的人 而這次的姐姐沒有這麼幸運 而這次的姐姐沒有這麼幸運 在摩亞照顧之下 長大 所以他一直對人類 只是懷疑著一個 仇恨的心理 那是時候 他要吃這個姊妹檔 我真的很想說這件事 這樣就好 難得做人又厲害 她姐姐已經進化了 她姐姐已經是大人 大人版 但還是不穿衣 所以 這不是重點 所以 一開始就說 麻煩你穿一條內褲 麻煩你 真是危險 但其實 你說另一個 正正帶起了 就是 一個重點 就是 原來精靈蟲 就是 海蟲 當精靈蟲 失去了他的心 之後 他們就會 脫變為海蟲 這次不要發笑 繼續 誰會發笑 這樣就算了 小緣 他真的直接說 小緣 這個位置 說到 為何 很諷刺 這個世界 要靠精靈蟲 去做很多事 等於一種力量 精靈蟲 是一種交通工具 無論交通工具 他們生活所需的 某一種力量 但這種力量 正正是 遺憾人間的 最終 而很多時候 海蟲 某一種解釋 都可以說是 人類自己下來的 其實精靈蟲 為什麼會變成 古法 就是精靈蟲 在他 失去心之前 他會結晶化 因為他不想 失去心 成為了海蟲 你可以這樣說 而這集 在這個山洞裡 封印了很多 遠古的 強力的海蟲 哇 很開心 高修 就放了一隻出來 在中間故事裏 在阿拉古 追蹤他的期間 放了一隻出來 這隻其實就是 逆展時代的 終極武器 就是想要視為 如何去毀滅這個首都 好像變成什麼大戰 如果你這樣聽說 其實這個世界怪系統 是很循環的 是很完善的 因為他會解釋 這個世界裡面 所有的 的生物 他們全部是連在一線 這個世界 其實所有東西 都是有關聯的 並不是獨立自己的個體 有個現實的系統 另外一道 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叫做最美的理論 就是 當這隻海蟲 蘇醒了之後 逆展時代 怎樣去利用 人類的深的力量 去供養給這隻海蟲 而令到它更加 用一個強大力量 就可以去進攻首都 其實這裏 這裏會見到 很多所謂叫做 相信 這裏為何我會體現到 我會覺得 婚姓做得差 都是兩個組織 兩個組織 都是去對抗 首都 控制所有的東西 而 逆轉時代 只可以使用有限的東西 去對抗它 有限的時候 它不擇手段 你知道它是不擇手段 但是 你會看到 都是他們正義的一面都有 他們希望 裏面的人 是希望 去達成 或者終結 一個不幸的連鎖 這件事 是他做得出色的地方 而中間就是 好像說 整天吃東西 那位 其實他都不是沒有氣氛 因為他喜歡的一個女生 就成為了 那隻東西的糧食 失去了心 其實這裏佈置 其實之前一直都說 拉古 想寫一封信給他 高手 高手接收了這封信之後 原來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 這個故事 其實帶了一個 很著名的 說 失去了心 就不能再復原了 但是 正正要用回 這位 貪食的信封 故事 就說 心 雖然未必可以復原 但是可以累積 就算一個心死了 只要經過一定的事 都可以 就算你失去了的東西 可能真的拿不回 但是都可以再去建立另一段 關係出來 一個真心 新的心出來 是的 這件事 你可以說 無論是比亞 那位 人兄之外 也會被拉古 一個新的希望 你可以說 最終 其實故事裡 也沒有說 高修 因為 高修 真的失去了 他真的拿不回 他作為 信封那時候的一切 但是 他跟拉古成為了另一段的友誼 在這個階段裏面 其實我覺得 故事實在太完整了 我覺得實在 我說出來也很順暢 當然這套裏面 不是說沒有不好的地方 當然 下美劇情 不好意思 雖然少了 但是 以一套 我們看的影片 他依然是多 是很多 是很多 是 大型喊包 對 但是結尾是怎樣 這個 結尾其實 當然他都留有了復刻 他就是說 其實在摩亞裏面 都說過 究竟 拉格應該不是一個人類 應該說 他感覺不到他是一個人類 他就是一個 有人形形態的東西 不知是什麼 全部都是奇怪的生物 每個人都 然後他就是 他是一個火熱發為星的男人 喂 當他發揮力量 他發揮力量的時候 他後面會多了一顆 好像星的東西 然後他會發光 很危險 怎麼會有光環 沒有光環 所以 其實你說 之前說的那條海蟲 就是合力怎樣解決這條海蟲 其實首都 他的陰謀都有說到的 但是說完之後 就說 逆轉時代 沒有人去搜刀 連中間的部分 都突破了 因為被拉股搞定了 而 究竟 人工太陽那件事 其實在這一季裏面 稍微提及 阿拉股的媽媽 就在太陽中心裏面 但是 沒有他再詳細解釋 究竟是什麼原因 這個 是有機會 會有第三季的 嗯 其實我結果還未完 這個結局 但是這個結局 其實你說是 帶出了整個故事的世界裏面 的某一些東西 因為其實到開始 就是揭露 就是政府的陰謀 那揭露的之餘 當然你說好像逆轉時代 他怎樣去反擊 那還有 當然你說 就算這次輸了 都還有一些殘餘勢力 各有各的想法 萬火燒不盡 你說這套東西 故事上 我覺得大家都完全不需要質疑 故事的質量 是完全不需要質疑 整套戲裏面 他每一集 都有一些 他自己那一集的主題 或者兩集的主題 告訴你 而同時他可以推進到故事 這個是他優秀的地方 當然你說裏面 你可以 一定可以指出很多無理的事 我都可以指出 首先就是 很多人曾經找過一支槍對著拉鼓 但他們對著那個時候 都要打一大輪咀炮 而且對完之後 永遠都是那一槍 是射不中的 射擊直低的問題 不要怪他們 你說是他裡面一些 就說 好像要說到 要去阻止拉鼓 要殺了他 但是每一次都會用這些劇情 射角 我覺得 原作應該沒有去到那麼遠 但是在他作品裡面 動畫裡面 一個 表現得不太好 因為大家都要明白 就是 作拉鼓其實你一直都很違 為什麼他有能力成為信封 對著所有海巡 大家都要明白 就是 這傢伙根本上是一個 射擊直點爆 匯避能力 以及匯避能力 是零 防禦能力是零 格鬥能力是零 是零 不要緊 他有同伴 他超強 你也可以這樣說 只有他可以收到的 這個重規小精靈 而已 其他人收不到 那就足夠了 整套裡面 我最終 如果大家對一些角色之間的關係 或者希望去看一些奇幻的世界 這套我是100%推介的 這套我是 要有個心理準備 你會看完第一季才是第一季 嗯 這樣說 應該是 這樣說 其實你說這樣聽 其實是精彩的 但是真的慢一點 因為始終你說第一季 就算你砍完原創的 其實都差不多有十多集的劇情 你那個劇情始終推進得比較慢 有些人是未必一定會看得完 明白的 這件事 這件事也是 你叫做什麼 始終 這個作品裡面 並不是想 只是帶一個主角的故事出來 他是想帶這個世界出來 所以這件事 其實很多東西 要用很多不同的角色 不同角色的角度 可以說 不能單從主角的角度出發 去看這個世界 是要從很多不同的角色去看這個世界 可以說是慢一點的 而且當然 另一個問題就是畫風的問題 其實 因為順豐本身的畫風 好像說 他畫一些角色的造型 或者是面相 其實不是我們平時一般看的 所以有機會會令人卻步的 我都明白這件事 但是 以故事本身的質量 而且畫面來說 不算畫風 畫面的質素都算高 尤其是海蟲 我很喜歡 他依然堅持 基本上每一集 我看到的海蟲都是不同的 這是真是這套畫面的優秀之處 所以 如果今季 我不計算完的話 這套畫面 我覺得 是這兩季最好的其中一套 我們去到這套畫面 更好的其中一套 我們去到這套畫面 更好的其中一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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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